各位先生女士 早安 早安台湾 晚安美国 欢迎欢迎 欢迎大家参加 2022年台美智慧制造系统与机器人高峰论坛 各位先生女士 我们今天的讲者会讨论 如何采用先进机器人的科技 如何将智慧制造系统与机器人的科技 制造和数位转型提升到下一个境界 那台美之间会探讨 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我们会探讨全新的供应链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 台湾有非常好的 机械机器人元件 以及精准器材的关键器材 而美国则在AI的人工智慧 以及机器人平台等智能智慧上 具有强大的智慧整合能力 所以为了要搭上整产业升级的浪潮 我们应该结盟 而且快速提供解决方案给消费者 并且快速因应市场的变迁需求 所以各位先生女士 本高峰论坛是台美在去年10月签订的台美产业合作被忘录的延伸 那我们今天邀请世界各地的专家来讨论 交流并且促进台美之间在智慧制造 以及机器人供应链领域的合作机会 这样才可以创造出双赢的局面 以及创造双方的商业机会 好 各位先生女士呢 那我们话不多说 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来做开场支持 首先那我们来欢迎吕正华局长 经济部工业局代表吕正华屡局长 工业局帮忙促进台美之间的产业合作 以及策略伙伴关系 那屡局长麻烦您 宾州商务厅副厅长 美国在台协会商务官 布瑞先生 宾州驻台表处 勾能处长 工业院产科国际所 郭副所长 皮兹堡机器人协会 欧西亚经理 各位台美产业先进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早安 美国晚安 近年来 全国全球经济产生了快速的变迁 从2018年的中美贸易和科技战 到2019年的COVID-19大流行的爆发 以及2020年国际产业供应链的重建 对企业的生产 行销 以及供应链的布局 工厂营运管理 以及全球战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外呢 2022年的高通膨以及我们所看到的 厄务冲突 他们不仅导致了美国汽油价格近期飙升到历史新高 此外呢 还引发了全球原物料 人员以及粮食的危机 这对于企业来说 尤其是制造业来说 是个风险 以及智慧展形上的挑战 我们在新冠疫情推动了数位转型 提升了远端的工作 以及自动化的需求 而且挟带了5G AI技术等价值服务 根据Transforce在最近的研究显示 2021年全球智慧制造市场的规模 即将抵达3050亿美元 而且呢 我们预期它在2025年的时候 渴望达到4500亿美元的价值 等于是它的年复合成长率会达到10.5% 将会为制造业带来所谓的黄金五年 我们认为智慧制造的效益 已经从强化制造韧性逐渐提升产能以及效率 而且帮助我们节能减排 这是成为推动市场规模成长的重要关键 台湾 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好的工具机 以及精密机械的基础技术 而美国有强大的系统整合 人工智慧演算法 以及软体 以及机器人协作平台等技术 台湾美国双方的结盟 有机会再创造出新的价值链 经济部工业局 在2017年的时候 推动了智慧机械产业推动方案 除此之外呢 它也公布了产业创新条例 我们希望通过政府的政策 来推动智慧化的升级转型 成为亚洲高阶制造中心 我们很高兴见证在去年10月 TUSA TAREL 和PRN 所签署的产业合作备忘录 我们借由这个平台 链接产业聚落 希望可以促进产业的对话交流 以及拓展机会 我很高兴在今天能够应邀出席 2022年台美智能智慧制造系统 以及机器人的高峰论坛 本人倍感荣幸 并且预祝此次的社会圆满成功 各位伙伴平安健康 事业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旅局长的支持 接下来各位先生女士 我们有请美国在台协会商业组商务长 经济 好先生麻烦您 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 代表宾州代表 Tom Wolf的州长 以及Neil Weaver 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 2022年台湾 日本的高峰会 感谢旅局长 感谢James Groh 也是Eatry的James Groh 我们有机会之前在台湾 有交流了好几次 此外呢 我要感谢Jimmy Lian Eatrusha这边的执行秘书 以及Ricky Sun 他的工作以及耐心 能够帮我们这次的活动 可以顺利地推出 我也要感谢我们宾州的出席伙伴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 能够把非常具体的MOU 在去年10月的时候签署下来 宾州政府跟台湾不断地合作 特别是在制造产业上面 有很大的合作机会 我们一年带来了价值12亿美金的合作机会 最近呢我们公告了一个 港对港的 也就是宾州港到高雄港之间的 联动贸易连线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台湾的公司 他们在宾州建立制造厂 这些台湾的公司 他们是我们台美之间合作的基石 我们非常期待可以再跟 更多像这样子的先进公司合作 希望可以带来台湾的公司到美国 宾州 因为Cockney Manor还有其他大学 在宾州有一些研究的机构 以及尤其是在机器人 以及制造产业这边 所以我们很容易吸引台湾的公司在这边 我也想要借此知会 来说明一下在几月之前 宾州他们已经重新开始 开启在台湾的办公室 Lian Gona跟 年始杨坚都有参加这次的会议 他们跟Ziki这边 把这个办公室再重新推出 那基本上 有做两件事情 帮助公司可以提供服务销售服务给台湾的公司 此外呢 他们在台湾办公室可以帮助台湾的公司去 找出一些 宾州的投资机会 这对于 宾州在台策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今天的高峰论坛 对我们来说 也是另一个基石能够帮助我们在经济上的合作 更上一层楼 在此街我想要感谢主办单位 感谢TUSA 以及感谢我们经济部在今天晚上帮忙举办这个活动 我很期待在跟你们共事 我们 我们今年想要去拜访台湾 但是很可惜的没有办法前往 我们会即将在用线上的方式来参加MOEA举办的活动 那我们非常期待在宾州来迎接你们 所以感谢大家给我这次的机会参加这个会议 那祝各位成功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 感谢副厅长David Brie 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这一次2022台美智慧制造系统与机器人高峰会 我们一向都有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 接下来各位先生女士 接下来我想要邀请美国在台协会AIT商务组商务官Clint Brewer 他同时也是我们全球转型出口计划的核心成员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让我们欢迎AIT商务官Clint Brewer 谢谢各位 旅局长 经济部公论局旅局长 以及宾州驻台贸易处办事处处处长葛里人 宾州商务厅副厅长David Briehl 宾州披兹堡机器人协会PRN欧社经理 以及工研院的郭副所长 以及工研院的饶所长 各位先生女士 台湾早安 美国的各位贵宾晚安 我是Clint Brewer 我是美国在台协会AIT商务组的商务官Clint Brewer 我也是在我们这个组织里面的核心成员 我们希望能够进行全球的业务转型 就是能够让美国扩展它在亚太地区的市场 包括先进制造机器人 以及自动化这种高科技的产业 2022年这个是我们台美智慧制造系统与机器人高峰论坛是很重要的一步 我仍然记得去年10月我们举办的第一次智慧制造的高峰会 我们当时也签订了台美之间的MOU 我们一直致力于协助美国企业能够去探索世界上其他的新市场 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外资来投资美国 在台湾我们的商务团队有22位团员 包括在台北的AIT跟在高峰的AIT都有人员驻守 以及TUSA跟Tairoa非常支持AIT 尤其是我们商务组 过去几年来我们在许多不同的重要专案合作 来提升我们双方的合作跟台美之间的关系 2018年TUSA跟AIT带领了一支贸易代表团去宾州 从宾州一直到费城 来推动科技跟商务方面的合作 在2023年我们也即将会有一个类似的贸易代表团出访美国 在同时宾州他也建立了一个宾州立的这个基金会 他是专门资助创新 协助学界跟业界可以在制造业进一步提升 美国是台湾重要的合作伙伴 同时也是最重要的ICT生产热点 而台湾也是高科技的重镇 因为你们有强大的研发能力 和半导体5G跟其他ICT相关的产业都是非常强大 所以我相信美国在系统整合和制造方面 跟台湾的长处是可以互补的 而在台湾即将接下来的活动 我的团队会特别注意2022年的台北自动化高峰会 这个是由Tiro主办的是最重要的年度会议 它会从8月24号一直举办到27号 而半导体的展览是台湾 是全球最重要的 它会从半导体展会从9月14号半到16号 我们会在这边看到很多智慧制造机器人 自动化的系统一次一展一网打进 我也想要感谢美国公司洛克威尔公司 它一直都非常支持美国AIT的商务活动 他们今天也有代表参与今天的高峰论坛 来说明他们现在在台湾提供的智慧解决方案 最后我们非常幸运能够参与今天的高峰论坛 这个是全球最活跃的商务活动之一 那我们能够探讨智慧制造自动化跟机器人的议题 我相信台美之间的合作关系会非常成功 而我们这种整合双方供应链的策略 策略将会带来双方的双赢的商机 感谢商务官Clend Brewer也感谢AIT 没错台美一向都是非常良好的合作伙伴 我们接下来未来也会进展 也会有许多合作的开展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工研院 ITRI产科国际所副所长郭忠祝先生 他的单位缩写是ISTI 代表的是产业科技发展 接着我们邀请郭副所长跟我们邀请 跟我们分享事件底间智慧库的观点 郭履局长 还有宾州的商务厅副厅长David Brewer 美国在台协会商务组商务官Clend Brewer 宾州驻台贸易处办事处处处长格里人 皮兹宝技术员协会欧煞经理 各位先生女士 台湾的贵宾早安 美国的贵宾晚安 请代表工研院 我非常荣幸能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线上会议论 首先我想要简单的介绍工研院 我们在美国的朋友可能不熟悉工研院 工研院是全球顶尖的研发 研发单位有超过6000位员工 我们是1973年成立的 要致力促进台湾的创新 在接下来40年里面 工研院获得了超过100个奖项 并且连续6次被提名为全球最具创新性的机构之一 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的院长张忠谋的远见 工研院已经成为了全球领导等级的创新机构 在过去几年当中 它积极地培育 并且培育新创公司和发展重要领域的人才 包括当然最为创新的这个公司TSMC UMC ESR 都是我们非常出众的这个辅助公司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辅助了244家企业 包括在智慧制造 这个全球的趋势能够推动基金的发展 它需要非常高度的科技整合 才能够影响我们面对的挑战跟机会 工研院将积极跟国内外的合作伙伴 合作创立新价值 发掘科技的潜能 并且进行跨界合作和这个产业升级 我们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今天的论坛 让我们能够跟知名的美国聚落链结 在这样子疫情的情况仍然能够继续合作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跟各位谈讨论跨界 跟合作和策略联盟的机会 我希望今天的会议圆满成功 谢谢各位 感谢郭副所长 接下来 因为这几年纪念的一刻 所以我们要合影留念 接下来我要邀请我们的贵宾 一起合影 现在我们在线上已经有 经济部工业局的旅局长 还有宾州商务厅副厅长David Brill 现在线上还有宾州驻台贸易投资办事处处长 格里仁 以及他的团队成员 以及AIT的商务组商务官 Clint Brewer 还有其他的贵宾也会一起加入合影 所以合影的时候 请大家面对镜头露出微笑 如果你有戴着口罩的话 请暂时拿掉口罩 然后我们会照一个荧幕截图 所以请大家保持笑容 大概维持几秒钟的时间 还有我们这边 今天也有工业院的机械与机电系统研究所的所长 姚达仁先生 以及我们刚刚有致辞的工业院产科国际所副所长 郭忠祝 同样我们今天还有 专题演讲讲者 洛克威尔自动化公司 台湾区总经理 谭世宏 以及卡内基美龙大学电脑科学学院 合作关系主任George Darcus 以及卡内基机器人公司业务开发经理Nick DeSanti 还有Agility Robotics的技术长Jetton Hurst 以及最后 经济部台美产业合作推动办公室 执行秘书梁基燕先生 接下来我们要合影留念 请大家对着镜头微笑 如果有戴口罩的话 请暂时拿掉 好的 请看着镜头 好 面带微笑 好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荧幕截图 非常好 好 太好了 我们已经完成第一张合照 好的 请大家帮我比个赞 说明我们对台美之间 未来的合作和伙伴关系 有非常良好的前景 好 为这个姿势维持一段时间哦 我们要照个荧幕截图 好 再几秒就好 好 感谢各位 好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 我们现在再拍 荧幕合影 好 大家稍等一下哦 好的 完成了 感谢各位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 加入我们的合影 接下来 我们要开始进行今天的高峰论坛 第一位专题讲者 是 我们的卡内基美龙大学 电脑科学学院的合作关系主任 George Daracus 他将会告诉我们在卡内基美龙大学 的研发概况与合作机会 我们来欢迎George Daracus主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高兴有机会在今天晚上参加这场会议 我的名字是George Carrico 我也是卡内基美龙大学电脑科学学院的合作长 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晚上的会议 我想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CML大学 而且希望可以在接下几年有跟大家合作的机会 所以这是一个起头 卡内基美龙大学 那Vicky请你跳到下一页 然后再跳到下一页 卡内基美龙大学 它是以很多电脑科学相关的领域之名 它是在美国的电脑科学的第一个学院 机器人的学院 它被分类为RE博士大学 它是有非常高的研究学院 它是美国非常顶尖的研究大学之一 那它位在皮兹堡大学 这个是我们的校园所在 我们还有在世界各地都有大学学院 包括了阿嘎达 那我们有很多的硕士学位 还有跟其他大学有交换学生的合作机会 那我们总共有14000名的大学学生 然后我们有1400名的教职员 那比例大概是50% 就是大学生大概占了50% 那50%是研究生以及博士生 那再麻烦跳到下一页 那像我刚刚有讲的 我们这个大学有很多知名的创举 那我们回到在50年代的时候 我们有了AI的研究 我们的创造创办人 他们发现了人工智慧上面的计划 所以从比方说 Mark Kernel或者是你手机上面的这种 人工智慧设计以及自主移动机器人 我们这边看到1983年的这张照片 我们在我们有一个宾州的发电厂 我们在那边帮助清理当时的核灾 后来呢在2007年的部分我们有自主移动车 我们针对自主移动车做了一些早期的研究 还有所谓的共生自主的写作式机器人 那我们的教职员 也就是在我们电脑科学在2014年教职的时候呢 他有这种写作式的机器人 他可以帮忙去配送东西给人们 那这个是我们在科学电脑研究学院所做的事情 那麻烦跳到下一页 那其实我们有很多排名第一的事迹 好多年来我们都被排名为电脑科学学院的第一名 然后我们并列的其他学校有史丹佛大学等等的 那我们在人工智慧或者是网络安全 程序语言这些都是我们CML的强项 我们是这方面领域在美国的顶尖大学之一 此外呢我们有很多排名第二的部分 我们的强项不只是在于电脑科学工程 我们也在艺术上有非常卓越的表现 我们在右边有列出我们所获班的奖项 在艺术层面 其实我们在CML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有很多跨领域的工作在进行当中 不管是技术甚至在艺术设计设计技术上面也有 那我们再跳到下一页 那目前呢CML它包括了七个学院 以及最技术的一个学院是我们工程的学院 我们有很多传统的工程学系 比方说机械工程或者是水力工程 那至于电脑科学学院在右下角 也就是我现在所任职的单位 他们之所以CML会这么的特别的关系 是因为我们电脑科学研究 它并不是位在工程传位 它在1980年的时候 它被成为另外一个独立的学院 里面有很多的学系 它着重在机器学习 机器人 那我们这边有最大的机器人研究组织 我们大概有一千个机器人相关的研究学生 以及教职人员 他们针对机器人做研究 我们还有所谓的语言研究所 那稍后我会再详细的说明 这边只是让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我们现在EML的组织架构 那我们再跳到下一页 谢谢 我们的电脑科学学系的重心是在于 人工智慧 还有理论上的东西 非常是量子科学 这些都是我们电脑科学学系所重的 还包括了隐私权跟安全的设计 以及程式语言设计 这些都是一些基础的东西 当你想到电脑科学的时候 我们这边做了很多的电机的工作 甚至是边缘运算等等 下一页可以告诉你们 我们现在做的一些研究计划 就麻烦您跳到下一页 谢谢 这一页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一个叫做Project Gabriel的专案 它叫Gabriel专案 主要是因为 你希望在你的肩膀上有一个天使 那我们用的边缘运算 以及认知的可穿戴式的设计 比方像Google眼镜 我们用这样子的装置来帮助我们了解 我们周遭的场景 然后提供这个带装置的人 一个最好的前进的方式 可能是从教人或者是做维修 或者是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维修上的问题 或是在一些医疗的场景 比方说帮助医生使用一些工具 像这边又下角一个例子 就是边缘运算 它提供一些有高延迟的相关的工作 那我们跳到下一页 谢谢 我们有软体研究所 我们的重心在于隐私跟安全 还包括了软体工程或者是电脑架构 或者是运用型的形式科学 或者是应用的系统 下一页谢谢 我们这一页是一个例子 我们一个叫做Sight Lab的研究实验室 它是整个大学所拥有的一个安全隐私权的研究所 它总共有65个博士生 它着重在非常关键的安全上面的问题 以及隐私上面的议题 以及相关的研究 所以这个是一个虚拟的实验室 下一页 那我们有机器学习 它着重在机器学习领域的研究 希望可以移除相关的机器学习的障碍 不管是环境式的机器学习 或者是希望可以优化认知 或者是机器学习相关的演算法 我们都可以去研究 或者是一些比较罕见取得的标记数据 或者是另外我们着重的领域也有对抗机器学习 我们跳到下一页 谢谢 那接下来是几个 我们在研究专案里面所解决的问题 我们希望透过机器学习来解决问题 那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些科学的发现 可以有一些学习相关的演算法 然后可以着重在一些自动化的科学 机器学习的运算法可以去帮我们决定 下一步最好的科学研究会是什么 所以你可以去在24小时全天后的去进行研究 不管是在云端的系统上面使用也行 另外我们还有所谓的伦理式的人工智慧 我们可以去了解这个运算法背后的人工智慧 机器的演算法它不是只是一个黑盒子而已 你可以去学着了解它们 了解让它们变得更有伦理道德 我们再跳到下一页 谢谢 另外呢我们也有语言科技研究所 它的重心包括的文字探勘 还有问答的系统 因为我们帮IBM奠基了很多的基石 然后我们还有 我们透过这个语言研究所 还做了一些数据探勘 还有智慧语言教导相关的领域 这个是我们这个学院所着重的 跟语言相关的科技 我们都是我们的重心 比方说应用机器学习等等的 下一页 另外呢我们有人类机器互动研究所 我们有这结合了 比方说心理学家科学家电脑科学学家 他们重心不只是在使用者界面 还有人机互动 我们很多教职员 他们是重视人类跟机器之间的互动 我们还有机器人相关的研究 来解决人机相关互动的问题 我们的教职人员在这边 我们去思考AI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教职员他们是去处理一些数据 视觉化的东西 我们通过这种数据数据化的东西 能够通知相关人员关于某些事情的最好的解决办法 下一页谢谢 另外我们也有计算生物学学系 机器学院它会应用到生物学 然后进行癌症研究 希望能够有一些医学上的发明 然后希望可以在基因学上有所突破 下一页 最后呢 我们的机器人研究所 这个是我们CMO里面 七个里面最大的一个学院 我们有好几个不同的位置 它除了在我们主要的校园里面 那我稍后也会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国际的机器人研究中心 那我们这个机器人研究中心 是在1979年的时候成立 它着重在人类建模自动系统 比方说轨迹规划感测 我们的大型数据分析 还有预测式的设备维修 还有包括人类流量的分析 我们还有视觉化的工程团队 解决相关的认知问题 还有AR、VR等等 不同的这种认知系统的研究 我们还有设计以及建制机器人 然后我们还去设计相关的机器人的任务 然后另外也跟工程研究所互动合作 谢谢下一页 那我们跟CMO合作方式有好几种 下一页 当然也是看您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包括了比方说招募大学生、研究生 还包括了可以创造大的研究合作机会 我们跟大型的公司合作 比方说建立CAPSTONE的专案 那我们甚至可以协助成立小的专案 可能可以有四到五个学生跟你们合作 透过一两个学期的期间 来帮忙解决您的问题 甚至我们有这个研究的合作机会 我们有教职员还有博士生 他们会着手专案 帮您透过专案的方式 然后帮您建构相关专案的里程碑 给您一个交付的事项 甚至给您授权的能力 然后提供IP的技术 把我们所研究出来的东西 然后让它可以规模化 我们有很多的教职员跟学生都可以帮忙 那稍早我刚刚有讲到我们的机器人研究所 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设施是 国家机器人工程中心 它总共有十万平方公尺的大小 我们有非常专业的工程师 它跟教职员在现场去着手一些专案 你看右下角有看到一个高机架的一个非常 高机架的工厂 然后里面还有更多小型的机架工厂 下一眼 如果我们去考考 思考一下我们这种全国机器人工程中心 你可以想到的是一些原型相关的专案 然后至于说科技是否已经准备救命呢 那其实呢 我们着重的是下面底下标号1到7的部分 我刚刚有讲到今天线上有其他公司 像是Kineget Robotic这些都跟我们的机器人研究中心有所关联 然后我们Seekers的机器人 它是在我们CNV这边诞生的 所以我们非常感到高兴 而且能够参与这个专案 我们跳到下一页 谢谢 其实这是另一个 我们最近结束的一个专案 它叫做Taba地下挑战赛 我们请我们的机器人到地底下 然后去看一些环境 然后制作地图 希望可以找出一些材料 是不是在地底下隧道里面有的材料 那我们的团队在参加的一个专案 那在去年的时候结案 下一页 另外呢我们有制造未来研究所 那根据我们大学的工程 然后我们整个大学里面 是着重很多制造相关的研究 包括了教育或者是我们透过工厂来教育 然后跟合作伙伴进行研究 来做社区上面的研究 还包括先进机器人制造研究所 它现在是未在P之堡 然后下一页 这边列出了我们制造未来研究所的重心 它包括了先进制造科技 比方说基层制造机器人 人工智慧 人类智慧 或者是使用一些技术 比方说数据科学来通知人类说 可能制造系统里面是否哪里有错误 以及数位创新 比方说数位分身 人工智慧 云端计算 边缘计算 可穿戴式的装置 或者是AR VR 这种数位分身的科技 下一页 刚刚讲的这些领域 都是跟制造相关的领域 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科技 应用到人工智慧领域上面 不管是在基层制造 机器人制造 数位分身 或者是生物制造 这部分我还没有讲 但是我们在CMO里面有非常强大的生物制造研究所 我们可以去建造一个未来的劳动力 下一页 所以接下来是列出我们一些种子专案 我们这边包括了右边的这个专案 我们机器人的工业手臂 它可以帮忙做检验 像中间这张图 我们做的专案是去可以建造 设计一些营造相关的材料 在左边这张图的专案是使用AI人工智慧 来让我们可以做自动 一个自动的人工颈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种子专案 我们再跳到下一页 这边是跟劳动人员安全相关的专案 右边是所谓的光幕的专案 中间是一个触感的皮肤 可以协助机器人更安全的跟人类互动 然后我们还有建模的一个绩效的研究 在最左边的张图是所做的事情 下一页 这边先给大家介绍数位分身的概念 稍早我有讲到AR、VR以及延伸式的实境 那我们有很多教职员在这领域进行相关的专案研究 那像最左边这边你可以看到的是 自动生成数位分身的科技 以及安全或者是关键的数位分身 以及右边的制造相关的应用 这边只是几个例子说 我们在数位分身在CML的相关研究 下一页 这个是我们校园以外的设施 那我们在必知堡有相关的校园 卡内基最近他在2020年的时候 也就是在疫情之前 创办了这个校园外的一个设施 那这个设施在此之后就大幅的成长 我们有制造相关的先进机器人研究中心 我们研究的中心包括了教育 劳动力改善以及创业等等 另外我来这部分还有相关的设施 比方说机器人创新中心 那这边是几个基层制造设施的范例 我们在我们的制造未来研究所成立的一些建造的一些设备 比方说TreePrint 2000 3000 然后像在右边还有一些雷射的工作站 这些都是非常高科技的设备空间 像这边呢 在右手边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机械工厂 然后左边是高机架的研究实验室 下一页 那这些是比较低机架的弹性的实验室 目前呢 我们用来去进行一些进行中的专案 下一页 好 刚刚跟您介绍CML以及相关的研究 非常感谢各位播空来聆听我的简报 那我非常地期待在未来跟您有所交流跟互动 谢谢 感谢Darkus先生 感谢您的说明 告诉您所有卡内基美龙大学现在在进行的专案 我知道机器人跟自动化 现在让我知道他们从1950年代就开始发展了 接下来我们邀请Nick DeSanti先生 他是卡内基机器人的业务开发经理 来介绍机器视觉的先进应用 邀请Nick DeSanti先生 大家好 首先给我这个机会很高兴 能有机会参加今天的高峰论坛 早安 台湾的贵宾 晚安 美国的贵宾 很高兴今天能够参与论坛 所以我想要感谢更大的协助 我们是卡内基基次人公司 我们的位置是在卡内基的宾州 刚刚我们已经听了卡内基美龙大学的介受 我们是2010年成立的 就是我们是卡内基大学的机器人中心 分离出去的一个独立公司 我们在那一个学校的中心 我们在那一个学校的中心待了大概10年的时间 当然我们自己的目标跟使命是希望能够让这些产品商业化 那么卡内基机器人公司希望能够利用这个非常有可靠的机器视觉的应用 如果你想想看营造采矿农业甚至海市或者是能源等等产业 仓储等产业 这些产业你可能都会想要用机器视觉 我们就可以提供相关的服务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经验 包括像GMS、GMSS和GPS 没有办法使用的环境等等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活动 伙伴帮我们推动了一些进程 我们提供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是一个一站式服务的地方 我们其实是从概念生成一直到专案 或者是跟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经常会跟大型的OEM合作 他们在这个市占率方面可能只有这个占一部分而已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合作伙伴 会有不同的方式合作 所以我们可能处理一些非常困难的 这些自主操作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从工程的程度来开始开发 你可以看到 不好意思我们可以回到前一张同影片吗 好就是这一张 我们其实所打造的所有的东西 至少在这个原型这边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我们虽然也做制造 但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话 我们会投资很多的金钱经历跟时间 会建造自己的测试设备 如果做做做非常强悍非常可靠的设备 所以我们才会必须要有自己的这个测试设备 我们希望未来也可以有一些中层到高层的这个实验室设备 我们也制作我们所有的这个机器视觉的零件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摄影机其实是有这个多功能的 然后也有GPS的功能 甚至在一些机器人上面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视觉装置 我们是一个经过ISO认证的这一个机构 而品质是目前为止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有非常非常先进的系统整合 所以我们可以控制每一个专案 他们其实都可以上线生产 那我们的生产量可能是上千的零件 所以如果你需要这个静止的这个视觉动态的摄影机 我们除了有一些已经有 这一个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之外 我们也想要驱动整个自主运作的产业往前迈进 我刚刚有说我们非常重视自己内部的测试 我们也很以此自豪 因为我们人生产全球最强悍最耐用的摄影机 所以它跟我们一般的这一个摄影机可能不太一样 这些摄影机他们可能是用来做自主导航所用的 你看到左边 这个是在一个采矿车下面的摄影机 这个也是由机器人卡内机器人公司设计的 它也是半自主的机器人 然后在2020才刚完成它的这个最初步的测试 所以他们的效能很高 我们也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不断的开发感测器 能够做相关的应用 接下来会让跟大家看一些相关的应用 大家可以比较理解说 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专案 下一张 我刚刚有提到也说明了我们有一些应用方式和能力 在这些应用方案当中 其实范围非常广 我挑了一个能够横跨好几个产业的产品 所以大家比较能理解我们的这个自主运作的专案的广度跟深度 首先我们有自己自主运作的扫地机器人 你看到的是SC90 他们是一家丹麦的Phil Fisk公司所生产的扫地机器人 他们其实在这个领域的市占率相当的高 我们公司替他们做的呢 就是我们替他们设计摄影机 然后也替他们设计这个Compute Box 也就是计算的这个黑盒子 所以不管你去杂货店或者是仓库或者是健身房 这个是唯一一个全球唯一一个认证的自主这个扫地机器人 所以我们把相关的零件送到我们这个NeoFisk 我们的合作伙伴那边 然后 有一部分的扫地机器人这边 我们图片上面没有献出来 因为他们也可以处理像Covid这样子的病原体 好我这边有个影片我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他现在在这个巡视的范围就是这个健身房或者是运动场嘛 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静止的这个镜头 他也有侦测系统为了保护人类的安全 但是 我们的机器人他可以去侦测并且汇出附近环境的这个地图也可以自主的运作 所以 所有关于资料搜集跟资料分析的这一个计算盒子都是由卡内基机器人所做的 现在全球大概有将近上千个这样子的机器人 但是他们这个扩展的速度越来越快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有一些很有趣的功能 比如说他停下来是红色的 然后呢他可以去行走所以就是蓝色的 好 我们就停在这边好了 我们继续往下讲 这一个是一个大家最喜欢的机器人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这是波士顿动力的机器狗Spot 这个他们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他们这个站姿跟他们有不同的大小 但是他们非常有用处 Spot的用处很广 就是因为他有多功能的感测器 所以如果你在外面看到Spot的话 比如说像那个开能源的电厂或者是其他的地点 你如果想要侦测有危险的地方 你可以让Spot去做 Spot它的payload 它有一个很 也是有我们卡内奇知识人制造的 它有一个360度的环形摄影机 它有一个30倍的PTC摄影机 还有热成像 可以去绘制或者是检查任何的地点 比如说你有管线过热 然后你想要去确认它的温度或者是它有没有过热 我等一下会用那个影片再说明 可不可以我们快转到30到30秒左右那边 At National Grid Our number one priority is keeping employees safe Boston Dynamics Spot Robot helps us do just that 这个是在环境里面Spot的运用 你可以像这个电厂啊 然后能源厂啊 他们可以去做检查 不然人要检查的话我们就得先关掉电源 或者是要采取非常严格的安全措施 但是Spot的话你就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了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Spot摄影机 也就是 好 我们跳到30几秒那边好不好 Based on routine inspections with the maintenance team Operations team The Spot Robot allows us to have a closer eye on things 好 现在他们正在操作它系统上面的摄影机 They have a pan-tilt zoom optical camera that allows us to zoom out to 30 times on any other aspect of the game It also has a thermal IR camera which produces thermal imagery of what it's seeing 他们现在正在启动热成像摄影机 可以看到有没有东西过热 或者是有东西温度异常 这个就是我想让大家看的影片内容 我们可不可以回忆后影片那边 谢谢 好 我们最后一个专案 让大家看看我们的深度 如果大家去我们的网站的话 你可以看到很多摄影机 但是其实我们做的还不止这些摄影机而已 你可不可以让那个影片停一下 我先说明 然后再让你放 可以先让影片停一下吗 好 回去 回忆前一张 谢谢 好 就这样子 我们进入未知的水域 意思就是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兴奋的专案 去年我们宣布要跟Burnswick合作 Burnswick他是全球顶尖的休闲船博业的这个业者 他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船上装这个视觉装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有一个24小时的这个摄影机 让这个船上的人可以收到这些影像 可以让他可以自主操作 我不能讲太多 但是你可以想象装上了这些设备以后 他会怎么操作 因为你如果想象一下自驾车的状况 想象一下 船这个领域可能是跟自驾车相比落后了几年 但是他正在迎头赶上 所以这些功能 让我们可以有自驾船的可能性 大家都很想看到这样子的梦想实现 所以在这个影片当中 我让大家先看一下 然后我等一下会加入说明 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这支影片其实在去年的展览 展览之后很快就释出了 他用的是静态的这个摄影机 然后在船上面装了感测器 让他可以进行这个自主操作 那我们侦测物件 然后在汹涌的水域上面 让他可以去侦测到不同的这个浪潮的高低 然后侦测到他周围的船只 他也可以去船只自己导航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上面你可以看到 这个船到底要去哪里 根据他的速度 你可以看出他要去哪里 他也可以追踪物体 好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兴奋的合作专案 他也让我们真的看到 这个自主能力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能够看到这么多人都支援我们 尤其是CMU 刚刚George也有说 很多大公司 或者是在皮特宝的自动化公司 我们都非常高兴 能够跟他们维持非常紧密的关系 再用下面几张投影片 来跟大家说明 我们刚刚说的硬体跟软体 我们现在很努力研究 我们摄影机的一些边缘运算能力 让我们的摄影机一开就可以用 这边很简短很简短的说明一下 这个在地面上做这一个 物体侦测最基本的功能 你可以播一下那个影片 各位看到的绿色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地图 这个地面图 你可以看到一辆车子 就是红色的影像这样子过去 我知道这个非常基本 但是其实上 这个是很具突破性的技术 因为我们可以利用 我们从立体摄影机 搜集来的所有资讯 而且加以利用 并且把它 让它放在机器上面做运用 不管你是外部的 什么样的电脑 这些功能 对于 这些功能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想要 优化你自己的自主系统 或者是自动化系统 那或者是从云端上面去做优化的话 这些功能会非常重要 好 我们播影片好吗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 好几台立体摄影机 他们把资料放在一起 然后画出了一个高速移动的车辆 它行进的图案 这些立体摄影机 你刚刚也有看到 Brunswick的投影片 你有看到 我们其实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不只是使用这个感测的资料 包括光达 我们也会使用 从立体摄影机取得的资料 让他们能够互补 构成一个3D的影像 这就是你看到的 拼凑起来的3D影像 车子它在加速 它在减速 然后转弯 然后它会有很快的移动 它的动态 它其实非常动态的 那这些摄影机 其实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 其实它的表现非常好 不管是很热 还是很冷的环境 或者是很颠簸的环境 这些摄影机都可以适应 所以这一点我们非常自豪 我们生产的是全球 地表最强悍的摄影机 这个就是我今天 想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感谢各位聆听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跟各位分享资讯 我的联络资讯 就在这张投影片的左上角 很希望能够跟各位进一步互动 谢谢各位 好 谢谢Nick Consante 非常感谢Connectic Robotic的Nick 给我们演讲内容 那除了自主车之外 我们看到有自主船 然后如果你想要一些 上一些奢华的船 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技术 来去环游国际 那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 我们下一个主题演讲的主讲人 他是Agility Robotic的技术长 Jonathan Hurst 麻烦您谢谢 Jonathan要麻烦您打开你的麦克风 谢谢 好 谢谢您提醒我 打开麦克风 听得到我吗 可以的 麻烦您 想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P之堡有办公室 而且我们跟卡内基梅隆大学 有非常强烈的联系 那我们之前都在他的机器人研究所毕业 以及在那边任职 那我们跟他们进行了很多研究 机器人的研究 然后我们跟他们的研究生 有很多的合作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 我们是跟他们一起合作来建制 我们在Agility Robotic的机器人 Agility Robotic他们是 主要的工作是建构机器人 然后让机器可以变得更有人性化 这是大家梦想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机器人 可以去负责做一些 重复性无聊的工作 可以让人们可以更有创造力 去做决策 而且有更多元的工作 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里面 在视觉上其实是可以看到内容 但是我们有一些音乐 那我就会播放音乐还有影片 然后看完之后 我来跟大家做个总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清楚的讲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建构了很多机器人 然后他可能有一些非常酷的功能 但是我们的愿景是希望可以为职场的工作人员 可以建造一个适合的机器人 我要讲的重点是 这是一个新的机器人的类别 当然我们长时间下来有看到很多机器人的演化 一开始是他们当作是制造的机器人 他们有机器手臂 然后他是在一个单独的笼子里面工作 因为他们是很危险的 他们是为了制造系统而生的机器人 那下一代的机器人的进展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所谓的自主移动机器人 然后像是卡内基这边 机器人研究所所做的事情 他们有很多的感知的功能 但是我们的环境通常是一直在改变的 一起是在改进的 那像是仓储的机器人 他们是为了自动化的系统而生的 那Digi是我们第一个实用性的机器人 它是专门是为我们在我们的人类的环境 为了人而生的一个执行工作的机器人 它会无所不在 那我们在家里都会看到很多的机器人 那下一页麻烦 但是呢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市场 做一些我们可以用技术来实现的东西 那像我们有一些塑胶的物流箱啊 然后我们要把它放到比方说输送机上面 然后放到拖曳车上面 但是我们在做的机器人呢 他们都可以做这些工作 然后他们帮人们做这些工作 那当他们规模 就是物流规模化之后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找到足够的工作人员 但是他们还是请人来做 但是呢 我们可以请这些知识人来取代这些人员 来做一些危险的工作 那他们可以做各种不同的工作 不是只是一种工作而已 下一页 我们市场非常的庞大 我们机器人可以做 在人的环境里面做任务 这个市场比我们整个自动汽车产业的规模还要大 那我们的UPS 还有美国的这种游物的系统 他们总过一年是有四百亿的这种劳工成本 这两间公司加起来就这么大的成本 那像FEDAC他们其实每天就缺了几百名的劳工 没有办法升任 因应他们的工作量 那其实我们跟他们签订了合约 那我们亚马逊也跟我们有投资 那我们希望帮助他们可以扩大这些规模 下一页 那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机器人会存在呢 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因为好几一百年以上 大家都想要有些自主移动的机器人 在人的环境里面工作 当然之所以它会存在的主要原因是 因为直到最近 我们虽然有这种机器人在行走 在工作 它是很常见的 但是我们环看我们周章 我们看到这些人跟动物 我们的工作表现都非常好 但是机器人却不见得是如此 在接下来的影片 你会看到一个类似人类 或是动物的一个表现 那其实我们在走到上面 有一个凹洞 然后上面有一个卫生纸 然后那只猪鸡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然后我们做一笔实验 然后通常呢 你人踏到这个凹洞里面 通常机器人是不会有办法再把它 往上跨回到上面的平台上面呢 所以我们就是跟Biochanics的研究生 去了解猪鸡的这个动作的表现 然后去研究机器人 然后我们就是建立一个低级的机器人 然后研发出它的运作方式 这是我们最近的科学了解 这就是为什么你最近没有看到它这样的机器人这么的盛行 下一页 另外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是在于全身的控制 因为我们机器人上面有很多的感测器 比方说定位感测器 还有就是摄影机或者是温度感测器等等的 然后你要写一个运算法 然后做一个公式计算 然后把所有的资讯送到这种机器上面 然后可以请您播放影片吗 这个机器人知道要怎么样弯下身体 然后拿起这个物流箱 然后跨过任何物体 然后了解它自己要往哪边走 然后把这个物流箱放到该放的位置 然后我们这是要透过很多不同的感测器的互相协调 然后这个新的非常复杂的一种控制性的科技 相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 那世界只有几个组织知道要怎么样去完成 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能表现 下一页 因为我们已经研究这一段好一段时间了 最左边你会看到是密西根的卡内西大学 在一开始的一个研究生 在跟密西根大学的教授研究出来的第一个机器人 他是可以跑步的机器人 然后在左边第二个是在我们二六缸中 在合作五年 然后用五百万的赞助经费去研究出来的机器人 他可以跑步 虽然他看起来不像是动物或是不像人类 但是有办法去在各种不同的领土 就是疆域上面去跑步 那现在中间是我们第一个机器人 当时我们只有三个人 然后我们是我们第一个机器人 然后他可以有办法去搬物流箱 然后移动 然后我们就是申请到IP 下一页 更重要的是在 因为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有用的产品 这些机器人并不便宜 因为我们是小量生产 然后这些机器人基本上所有的元件都是客制化的 那他有机器 然后我们要很多工厂 然后甚至在加州这边相关的工厂也要去使用 那我们在奥勒冈这边的一个现场工厂里面我们去建造机器人 他们维修是非常简单的 你可以把它手臂把它拆下来然后放新的手臂10分钟就可以装上了 另外我们有很多可以改善他 这些制造效益的空间 那我们最近募款了 然后我们建了这些最终组装的工厂 然后我们现在在成长的同时呢 我们也吸引了很多的人才 然后这来帮我们一起解决非常有趣的技术问题 下一页 我稍早有讲到我们在开发各种多功能的应用 为我们顾客去开发 我们一开始可能是着重在一个顾客 然后着重在一个制造流程 比方说把这个物流箱从货架上取下来往前走 放到另一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扩展到两到三个不同的制程 帮两到三个不同的顾客去做 那我们会有更多更多的应用 一旦我们把应用到五到十个不同的应用之后呢 我们的工程师可以用我们自己的API 或者是我们的界面 来告诉机器人要在那款式下做什么事情 并且持续把这种的界面变得越来越好 当这些界面成熟的时候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开放给第三方的人 让他们去开发应用程式 然后卖这些机器人去给别人 去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不需要我们的这些工程团队 去来去解决相关的应用程式 它就有点像是App Store 像App Store一样 它并不是一个资讯相关的这种APP 那它就是像是一个手机上面应用程式 但是可以给劳力市场用的 你可以是想一下这样子的规模 它的价值 有一个一般性的机器 它可以做一些劳工的工作 然后大家都可以去进行 这些应用程式相关的程式设计 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令人期待的事情 下一页 这边是我们结尾的地方 我知道 讲到改变人生的科技 这边的例子就是像汽车 我们知道 我们看着车子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在想说一开始 车子的设计一开始会长什么样 计算来讲车子它会一直存在的 那科技它发生的时候 有人就会去做更多的发明 但事实上 只有一些公司 有一些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才会成功 但是我们成功 那我们在一开始成功的这些机器呢 它真的是奠基了人们未来生活的基础 那这就是我们对于我们Agility Robotic很严肃看待的原因 因为未来呢我们会有很多机器人来帮助我们的人生 然后大家可能会思考说一开始机器人会长什么样子 我希望大家觉得在机器人旁边是很安全的 会很自在的 那我们可以创造一个这样的公司 这样的愿景 然后我们可以设定这样的愿景 那Digit应该就会是大家到时候回想说 OK 机器人一开始长什么样子 他们就是会想要Digit这样的机器人 那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Jonathan Hurst 感谢Agility Robotics的技术长 叫做Hirst的说明 所以如果你的门口出现一个机器人 他把你的UPS或者是其他的快递递给你的话 也不要太惊艳 确实我们有汽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下一波就是机器人 接下来我们欢迎洛克威尔自动化公司 台湾区总经理谭世宏 为我们分享下一篇演讲 大家早 美国的贵宾晚安 我是洛克威尔台湾区的谭世宏 今天要跟大家说明 实践新世代永续数位生产力 那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准备的同影片 下一张 我在这个产业已经有非常多年了 最近我看到很多的挑战 尤其是在制造业 首先 在人力方面 尤其是在台湾 我可以看到 很多工程师 有经验的工程师 他们退休了 或者是 大家发现很难去雇佣有经验的工程师 还有数位化 很多公司 他们想 他们已经成立超过20年 他们有很多工厂 到处都是 所以 他们有很多各自独立的机器 互相不连接 很难取得各种资料来做自动化 现在有很多计划 比如说像这个环境啊 节能啊 所以ESG在台湾其实非常的热门 没有数位化 我觉得我们很难 把这样子的新计划往前推进 那最后一个挑战呢 就是 尤其是过去几年来中 资安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以前资安可能就只是IT要管的事情 可能就是装个防火墙之类的 但是现在 其实资安 就不只是IT在管的了 包括制造 从机器 从PLC每个层面都要顾及到资安 所以我可以看得出来 在过去几年中有许多的挑战 不管在台湾跟国际上 其实都看得见 我们今天的对话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客户 他们其实 对于某些议题非常有兴趣 第一个就是他们想要取得 不同系统的资料 他们想要知道 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要做到这一点 我想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标准化 另外一个就是赋予能力 他们希望能够取得更多洞见 了解他们所取得的资料 因为这些资料很复杂 不同系统有不同的资料 这些工程师 要如何从中取得真正的意义 如何做优化 如何保 如何实现无纸化 如何改善绩效 他们不想要 每次都用纸 然后呢 希望能够电子 用电子化的方式来处理流程 尤其在过去两年当中 疫情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很多机器 可能是机器在美国 工程师在台湾 他们面对的挑战就是 如何做远端支援 可能透过AR来做远端支援 比如说像ESG 像节能 或者是碳足迹等等议题 他们都希望能够遵循某种标准 如果没有续位化 他们就会面对很多挑战 包括扩大规模 有一些公司想扩大他们的规模 但很不幸的 当他们想要 就算是在同一个国家扩张 或者是扩张到海外 他们发现非常困难 扩大规模并不容易 所以这些议题 其实都是关于 如何永续的进行数位化 我认为最佳的方式 就是要做数位化 所以这四大议题 在台湾非常常见 这是我的客户 也常常跟我讨论的议题 如何表现得更好 那如何让未来 有更平顺的发展 下一张同一片 首先 我刚刚 我刚刚说了标准化这件事情 标准化其实 很多客户都会说 我想要取得资料 我想取得每个地方的资料 我想要取得不同系统的资料 其中一个很常见的例子 就是节能 他们想要 以前他们做节能的话 他们会把重点放在 特定的这个冷却器 或者是特定的生产线 试着优化 但是在这个实际的厂房当中 这个并不是只是单一的冷却器 或者是单一的产线 他们可能会有好几百台的冷却器 他们想要看 每一台冷却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如何用系统化的方式 做优化呢 那有没有其他保护的方法 如何做到节能呢 那还有如果温度不同的话 怎么办呢 比如说像夏天 或者是冬天 我们要用同样的技术吗 为了要让系统优化 为了要做节能 它不能只依靠单一的系统资料 所以如果你发现一个系统的资料不够 他们就会想要去找不同系统之间的关系 所以标准化就会变得非常重要 我通常都会建议客户 一定要做标准化 第二 人才的问题 我说了 台湾现在有这个人才短缺的问题 我建议 企业可以建立 他们自己的这个城市码资料库 所以即便是在做同样一个模组 同一个工厂里面 他们就会有一定的基础 而不是这个不同的机器 就要有不同的基础 很多客户 他们面对的挑战都是 当有某一个特定的专家 或者是有经验的工程师 离开公司 或者整个团队都离开公司了 他们的这个进度就 就没有办法推动进度了 他们的产线也没有办法优化 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没有在公司里面 有良好的标准化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说明更多细节 然后说明我们的建议 以前工程师可能会把重点 放在特定的机器 或者是特定的生产线 或者是特定的程式码 其实我现在我会建议 企业主可以考虑 从工程师的角度来看待事情 让他们做他们的专业 不只是维护的这一个工作 如何用模组化的方式 让他们可以在 让公司拥有程式码 让工程师他们就是确认 去做维护 或者是去建新的产线 这是很多制造厂 尤其是国际厂 他们都转向这个方向了 很多大公司 比如说像我合作的大公司 他们现在都在走这个方向 希望能够标准化 把所有城市简化 也不要让每个人都去写程式 让大家可以去关注其他的细节 下一张同影片 其实标准化就是赋予能力 数位转型 我认为最大的价值 就是让工程师可以做更多事情 并不只是重复性 或者是无聊的每天的日常例行公式 这样他们就有一个平台 让工程师可以理解 真正的状况是什么 资料是什么 他们可以如何把对停机时间的影响 降到最低 让他们对于进来的资料 有更多的理解 我用这两张同影片 这个是我客户的例子 我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实际的场景当中都怎么做的 所以这是一个化学场 因为他们用了人工智慧和机器学习 以前我们必须要仰赖 这个有经验的工程师 才知道这个机器的状态如何 系统的状态如何 如果这个有经验的工程师或专家 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这个潜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其实这个是很取决于个别工程师的 我认为现在 我很多的客户 他们都希望能够仰赖 系统提供的真正资料 来建立一个模型 让他们可以做分析 而且更容易做分析 都只靠经验 所以他们才能够比较容易找出潜在的问题 他们比如说像这个化学场 他们可能会有十项不同的资料来源 所以AI可以建立一个资料模型 让人可以看到说这边有一个潜在的根本原因 他们不用仰赖这个单一的专家工程师 因为系统会告诉他们 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必须要做什么样的维护 好 接下来会有更多详细的例子 像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客户他们做的是一个智慧的监测系统 从他们所取得的资料 他们可以知道 他们可以把资料连接到系统 所以他们这边放入了X的资料 放到这个模型当中 他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在整个系统当中有哪些潜在的问题 也可以去主动的去理解 这个阀门可能未来两周里面会发生问题 所以他们有没有多余的零件可以更换 甚至或者是管线有一些问题 他们也可以做预测 他可能要停机一段时间 他们也可以预测停机 让他们可以安排这个维护 当然如果停机的话 大家都可以去系统旁边去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人工智慧和机器学习 审实、审理 AR其实不只是协助、远端、支援而已 下一张投影片我会让大家看一些例子 这是一个真正的例子 这是我们在厂房的一个解决方案 操作员他们就是戴着眼镜 手上有iPad 就是就可以确认设备的状态 或者是他们在每个领域该做什么事情 我们会提醒营业员或者是操作员他们该怎么做 他们如果在工厂里面走来走去的话 就会知道机器的所有状态 所有的资料都是及时的 当他们继续走的时候 就算是管线 像管线的资讯 这是装哪一种化学物品的管线 哪一个功能的管线 他们所流动的方向 如果没有AR的技术的话 他们就是走进厂房里面 他们的资讯是不足的 没有办法做判断 也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所以他们在厂房里面走来走去的 所有的机器的这个机器资料 甚至连在地板下面的管线 他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什么样的管线 所以就算有时候他们想要 如果发生了问题 他们想要回去用这个人工的方式 他们只要点个键 他们就会知道说如何去做 维护如何处理紧急情况 所以只要有这样子的系统 他们就可以立刻获取这样的资讯 这是我最后一张投影片 但是同样重要的就是资安 在过去几年当中 我可以看出很多人 把重点放在这里 因为不管你在自动化 投资多少钱 你可能在AI投资非常多钱超过一千万元 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资安系统 你的工厂就只能停工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例子 过去几年这种例子非常多 我其实说了资安并不是IT的事情而已 甚至从PLC或者从机器的层面 或者是比如说这个操作员 这个工厂 工作厂 你可以看到他们也有很多关于资安的相关的技术 我的建议是不要只把资安当成IT的事情 你必须要有一个全面的资安策略 把IT跟OT结合 这样子你在厂房 从IT的层级到营业的层级 所以如果有不同的威胁来自不同的层级 你都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所以你的营业员也知道说 如何保障防范未来的攻击 所以资安已经不只是IT的事情了 你必须要有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 要结合OT 感谢大家 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谢谢 谢谢 Rocco自动化公司 台湾区总经理的演讲 当然网路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各位先生 接下来我们来跳到下一个讲者 让我们一起欢迎姚达仁先生 他是工研院机械与机电系统研究所的所长 那姚所长麻烦您了 早安台湾 美国的贵宾晚安 我是机械与机电研究所的所长 我也是国立清华大学技术机械研究所的教授 我的专业是在机械研究 因为我在UCLA在20年前的时候取得的学位 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可以在今天成为主讲人 我非常荣幸 以及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边 跟大家主讲一下台湾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另外我也会借此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工研院载机械人研究的发展 我会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进展以及成就 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议程 首先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台湾机器人产业的期望 然后我会再跟大家介绍过去的成就 以及展望未来 我会让大家快速的了解工研院 然后我会用我们在工研院机电所所做的研究 来跟大家介绍 总之来讲台湾有超过100间的公司 一起成立了这种机器人产业生业链 包括了上银达明机器人 鸿海他们提供了机器人 然后另外像是台达电 他们有这种比方说感测的模组或者视觉模组 另外还有士林他们帮忙开发了制动器模组 像是研华星达这些 他们都是提供控制器模组的 总共的产业价值包括了3亿美金的价值 虽然台湾的机器人产业 他有提供了这种生态系统 但是还是包括了面临的全球的挑战 这在我们下一页可以看到 下一页谢谢 就我们所知 机器人他不只是用来制动化而已 而且他可以用来作为智慧制造的应用使用 台湾的机器人的部署 是位于全世界排名第七的表现 那他有在新兴的应用产业应用 比方说应用自主移动机器人 然后或者是创新以及应用 然后他们还有应用在这种先进的系统设计上面 才可以去完成一些比较高端的任务 但是台湾机器人产业就像我们讲的 已经面临了一种全球的挑战 包括了大公司的挑战 比方说像ABB FNAC KUKA六轴 以及Yakasawa安全电机 因为这几个公司 他们总共占了全球50%的市占率 那我们在台湾只有5%的市占率 那我们台湾的国内公司他们的市场占有率只有8% 下一页 那就像我在前一页所介绍的台湾国内的公司的市占率只有8%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非常全面的商品线 然后非常独特定的这种模拟软体 那他们的工厂的配置图是可以在预先被评估的 而且可以变成他们的优势 那这表示呢 我们可以有 可以把台湾的产业快速向前的关键 我们必须要合作 然后锁定下一个世代的机器人 下一页 目前呢 我们现在在从这种单倍的机器人转型到这种制造单元里面的机器人 然后希望可以在先进制造产业里面应用 我们希望有这种密集跟扩展式的应用的这种机器人元宇宙 然后希望可以在制造业里面使用 另外我们着重在下一个世代的机器人 他可以涵盖到 智慧 智能的节奏 比方说希望可以有人类跟机器人之间的互动 然后希望能够有自动化能力 以及沟通能力 当然呢 机器人 绿能机器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 下一页 基本上来讲呢 采用机器人在制造产业 它会是比人 会比我们的人工还要更节能 这代表说我们可以使用低能源 然后产出更多的产品 我们可以增加制造业自动化的效应 同时间呢 我们使用的电力 是会有会使用这种绿能所产生的电力 我们可以有一些比较节能的自动器 我们可以用这种回收的材料 那我们还有机器人可以去控制运算法 我们有相关的模拟器 可以让我们的机器 制造用的机器人变得更绿能 下一页我会跟大家简短介绍一下 我们在工研院所开发的机器人 工研院在1973年成立 然后我们是一个非营地的研发机构 它在台湾的产业是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希望可以在新兴的科技里面 有所创新跟研发 透过科技研发 它可以提升台湾产业在全球市场的地位 工研院服务了很多全世界的公司 它在全世界都有办公室 比方说Saint Jose 还有Saint Holborn 它位在德国以及日本的东京 那在台湾我们的总部是位在新竹区域 它是位在我们的新竹科学园区附近 另外我们在台中台南台北南头都有办公室 下一页 工研院有各种不同的研究领域以及成就 包括了资通讯 电子或者是光电 材料 化学 以及奈米科技 生物医学 绿能 机电 以及机械系统 机系统也就是我就职的相关的领域 那在我们的机电所 我们是着重在智能机器人电子电器跟自主移动车辆以及绿能工厂 我们大概有6000名的员工有超过100名的博士生 那我们这边最有名的台湾最有名的公司是台积电 那我们提供台湾产业有很多的支援 下一页 这边给大家看的是我们在机器人的研究及成就上面 我们包括了服务型的机器人 产业机器人 以及自主机器人 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获得奖项是2008年的日内瓦创新奖 那在2018年我们有一个机器人安全计划 这是一个就是可以确保人员安全的合作式的机器人 在2021年的时候 我们的模组化的机器人 它可以结合了各种不同的机器人一起合作 这些机器人的开发都是基于市场的需求 以及产业链的需求 代表说有需求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就会参与 下一页 那我们这边机电所的机器人 我们开发了 帮各种产业开发机器人 就我所知 我们必须要有更好的规划 以及执行的能力 能够让机器人可以更容易的被使用 我可以看得到 我们可以应用这种视觉化的应用 去了解周遭的环境是什么 然后机器人可以帮助人类去做不同的事情 在不同的工作空间做不同事情 我相信机器人可以走到对的地方 然后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 下一页 谢谢 我们有EMIO机器人控制器 它同步可以控制不同的机器人 然后有高精准度的功能 那Azor这种无感测器的控制器 也就是我们EMI的控制器 它可以执行这种机器人的合作 然后我们有一个经济 非常精准的演算法 它ILC这种演算法 它是一个连带式的学习式的控制器 它可以去控制机器人的精准度 比方说我们可以改善 ABB机器人的这种精准度 它可以把它精准度增加了0.0几毫米 那因为这样它可以运用在精准制造里面 下一页 模拟器那是为了先进应用而开发的 我们为了要增加制造的效益 然后制造工厂的配置图 也可以因此获得改善 这种模拟器它可以产生机器人 去生成 用视觉方式去生成它的行动轨迹 此外呢 它可以分析机器人的连线状况 这个模拟器可以用远端的方式去 去评估现场 那这一页可以让大家看到的是 我们采用AI智能的这种FOVision视觉工具 FOVision它可以去做培训 然后跟这种学习的演算法整合起来 它可以跟机器人整合在一起 然后去执行各种不同的应用 那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方式 AI的能力可以在机器人应用里面使用 我们让机器人拥有这种视觉的能力 然后有感受的能力 以及去辨识物体 然后我们用AI来去给他们有种沟通的能力 这种FOV展现出我们工研医院的成就 下一页 这边又是另一个FOVision的应用实力 那它自动的会是生成 这种学习的模式 然后自动标注 此外呢 它不需要使用CAT就可以去检测检货点 那这可以被套用在这种物流工厂里面 来帮忙去做减货的动作 下一页 此外呢 我们有开发了CPS机器人的制作单元 它可以去执行相关的应用 比方说抛光啊 研磨啊 砖孔切割等等 甚至还包括了复合物纺织 另外它也可以做自动喷漆的动作 CPS这样子的机器人制造单元 可以让我们在虚拟环境里面执行 来减少应用时间 然后多系统的整合是可以实现的 比方说我们有这种战动器的感测器 各种感测器都可以提供系统相关的优化上的资讯 那制造的进展工程也可以去套用相关的这种机器人应用 在CPS里面我们把简单的自动化转换成智能制造流程 透过智能盒子智能盒的模拟器 我们可以去进行学习 然后进行配送的动作 下一页 此外呢 我们也有Navio Go这种自主移动机器人的全套系统 他在便利商店、医院、机场、自动堆高机、自动清洁、车 以及自主移动、制图应用 他都有相关的应用能力 下一页 我们也有无人搬应车、自主移动车 他们可以帮供应跟厂商提供不同的服务 他可以提供基础的框架 可以支援各种不同品牌的机器人 这个系统他已经在这种半导体 这种包装的工厂里面使用 他可以在小的工厂里面被运用 那智能是可以在不论规模大小的工厂里面都可以使用了 今天的简报 我有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 台湾的机器人的发展 以及工研院在机器人、科技以及产品上面的成就 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一起可以创造出合作机会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欢迎您随时提出 谢谢大家 谢谢Jeffrey以及就是姚达人 谢谢各位主讲人给我们这么棒的简报 我们从你们这边学到很多 那当然也是感谢各位观众来加入我们这种线上YouTube的直播活动 各位先生女士 我们2022年美国台湾智慧制造以及机器人高峰论坛在此结束 我们台美之间会有更大的合作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这个活动 下次见 下次见 那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在台美美和活动还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麻烦您就是扫描我们的QR Code 您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如果你有兴趣对于今天的主讲的公司有兴趣的话 就麻烦您扫描一下我们这个萤幕上面的QR Code 那有问题都可以在上面留下问题 可以联络我们主办单位 谢谢你们台美之间是非常好的合作关系跟伙伴 谢谢大家 因为疫情的关心 请各位就是保重照顾好自己 谢谢大家 下次见